各位老师及各位同学好 今天由我来向各位分享 有关防疫医疗的相关的发展 我是秀传医院的李贝渊 在整个疫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在医疗的照顾端 也因应地产生了许多的变化 但是在整个的变化当中 我们一定也会遵循着时代的主轴 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就像是半个世纪前传奇歌手Bob Dylan 他的那一首著名的歌 The Times Still Are Changing 这真的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我们看看台湾现在的现况 台湾的老年人口的比率 在1993年超过了7% 达到了WHO定义上的高龄化社会 在经过了25年之后的2018年 我们65岁上的老人人口达到了14% 台湾正式进入高龄社会 但是在仅仅的几年后 在2025年 我们的老年人口会超过20%来到了超高龄社会 在全球 我们算是老化最快速的第一梯队 在另外一个角度 台湾的出生率 在全球的排名也是倒数第一 这其中来自于几个数字 就是其中一个是总生育率 总生育率的意思是说 育龄的妇女在育龄期间 她平均生育的子女 在各种的统计上有不同的数字 但是大致落在0.9到1.2中间 要知道人口的恒定 通常这个数字必须要2.1 所以1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代表着我们人口的减少 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 另外一个数字在右上角 我们看到台湾的女性 她的初婚年龄 以及第一胎的平均年龄 也都超过了30岁以上 所以在老化的速度很快 出生率又是全球倒数第一的情形之下 台湾在2020年第一次 来到了人口的死亡交叉 也就是出出生率的人数 少于出死亡人数 台湾的人口正式的开始 进入了减少的阶段 所以我们一方面面对了高龄化的社会 一方面面对了少子化的社会 这是在整个医疗照护上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 这是2014年一张非常著名的图表 这个的SY轴的一个S轴 右半边代表着医疗品质的好 左边代表着不好 Y轴的上边代表着医疗的便宜 下方代表着医疗的昂贵 我们看到全球的国家 大致上不管你的品质好或是不好 基本上医疗都是昂贵的 唯独悬在右上方的一个名字 台湾 它代表着我们的医疗品质又好 又便宜 这是大家必须要能够珍惜的 所以这是一个变化最快 但是也代表的是最有机会的一个时代 整个的医疗领域在转型当中 21世纪的医疗照顾 它可以分成几个面向 大家在媒体上 在平台上面可以看到的几个名词 精准医疗 再生医学 全人医疗 以及联系的这些 关于医疗领域的医联网 有关于全人医疗的部分 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 是什么呢 是在生理的 心理的 以及社会的 安宁福祉的状态 Well-being 也因此 我们现在在着重着以病人为中心的照顾来讲 我们希望在医院里面不只是你能够无痛 然后你们能够感到不感到恐惧 而且你感到没有压力 我们要提供的是身心灵三个面向的一个医疗照顾 从另外一个轴线来讲 我们这一辈子会从在像各位 现在的一个健康的青少年的一个阶段 有一天你开始可能会产生疾病 像你们的父母这样子阶段 然后疾病后期 我们会需要有一段的疗养期 然后有一天我们会需要一个长期的照顾 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支撑 最后最后我们会走进了安宁疗户的 的一个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医疗照顾 不管有没有疫情 我们都是照着这样的一个主轴在进行当中 另外一个面向是再生医学 这是许多同学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领域 这里面包括了干细胞的治疗 也包括了生物列印及组织工程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可以制造出 人造的一些的细胞组织甚至器官 在另外一个面向是精准医疗 大家常常听到了这个字 精准医疗从2015年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强调了以后 他并不是由他发展出来的 而是由他再度强调了 精准医疗代表着我们的医疗必须要能够预期 然后要能够预防 要能够个性化 在里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定序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基因的定序 就是次世代的定序 NGS可以用在癌症基因的筛选 检测以及治疗用药的评估 在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对遗传疾病的风险评估 也加速了很多预防医学的发展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因的进展 出成了我们现在大家常知道的标法疗法 免疫疗法 以及去年拿到了诺贝尔奖的基因编辑 这是2011年发表出来的分子简刀 直到目前为止 从发表到拿到诺贝尔奖 最快的一组候选人 所以这些的进展 都让我们的医疗端 开始能够从遗传的基因 开始进行处理 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疾病 最后就是提到了数位医疗 数位医疗很多的现在的 看到的字眼 都聚集在医疗端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说医疗进入了4.0的时代 医疗的1.0是指发明了消毒跟灭菌 医疗的2.0是指我们发展了 显微镜及内视镜 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了身体里面 各种的状况及微小的结构 医疗的3.0是指透过了一些的影像的器械 包括X光、CT、核磁控阵等等 我们得到了更多整合的资讯 而医疗4.0是指现在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慧 以及行动平台等ICT的技术 应用在我们医疗的产业 所以现在很多的医院都说我们是一个智慧的医院 里面有许多的生物辨识的一个方式 除了你的签名、你的盖章之外 我们开始有了指纹辨识 有了脸孔的辨识 有了红膜的辨识 甚至有了声音的辨识 我们的医疗的记录 开始五指化、自动化、云端化 最后达到了智慧化 当然它需要许许多多的医疗和数位千张的进展 我们现在在许多的病房里面 有所谓的智慧病房 里面有智慧的点滴 可以自贡提供 还有的存量 不单是告诉病人 也告诉护理人员 我们有许多的智慧的床垫 可以你躺在上面 侦测到你身上的许多的生命的变化 我们有智慧的床头卡 我们有AI的全时间的未知的侦测 以及自动的许多的生命真相的侦测 这都是在疫情之前 整个的智慧医药的发展 就已经在走的方向 很多的医院已经到里面看到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白板系统 把许多病人跟照顾的资讯 放在这个白板上面 但是现在又加进了许多的AI的辅助 能够让许多病人的病情 能够提前知道 它开始有了预警系统的一个功能 然后有许多的单位 很多的仪器的需求 像麻醉、洗肾 以及呼吸器 这里面的这些仪器 也会经由医疗物联网的一个架设 让所有的病人端的资讯 以及病人的生理端的资讯 以及医院管理端、照顾端的资讯 能够全部连接在一起 这都是AI的进展在医疗上的应用 我们在门诊 可以看到许多的由APP带来的许多门诊 挂号、就诊、流程化的一些的改变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机器人的导诊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着用虚拟的健保卡 然后很多的智慧药局 开始有了自动包药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设备 都已经开始在提供服务 然后有一些的门诊 它号称是AI的门诊 里面有AI的软体 能够协助医生做病情的判断 这样子的一个进展 都是仅仅五年前我们很难想象的 在病患里面开始有了照顾的机器人 可以陪伴、可以提供卫教 然后提供远距的一些的照顾 然后开刀房里面大家常听到的达文奇的机器人 但是现在其实在开刀房里面有更多更多 各式各样 有很大的型的人型的机器人 也有很小的微型的机器人在开刀房里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进展 把所有的医疗照顾串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医联网 整个的故事从2020年的1月23号武汉封城开始 有了那么一些的变化 200万个死亡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是持续 一直到8月 我们已经有2亿个确诊 然后死亡人数已经到今天为止 已经逼近了500万 这整个事情看来并没有尽头 我们不能期待它会自己过去 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世纪大义 它就是一个game changer 它改变了许多事情 但是它更加速了我前面讲的许多 本来在历史的一个演进的轨迹上在进行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非常的幸运 我们身主在台湾 这个曲线图是指在疫情的 每个国家的疫情 它扣到控制的这样一个速度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一个曲线 都是缓步向上 但是如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个 SY轴的平面图 这里又有一个名字 高悬在另外一个角落 台湾 我们用了全球最快的一个速度 把整个疫情给控制下来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另外一个信息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图是指在新冠肺炎的期间 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相对于国外来讲 在台湾 我们又是最上面的这一个 它受到的一个经济的影响 在群球来讲 我们算是最小的一群 所以大家的日常生活 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 这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武汉肺炎的一个之前跟之后 BC跟AC 我们看看有很多的事情 现在开始有了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改变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登机的流程 都开始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了在后COVID的时代 全球的人都把戴口罩 不会认为是一个不礼貌不健康的行为 不管疫情会不会受到控制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戴着口罩 我们在快筛的一个PCR的筛检 好多地方倒要需要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 是变成了我们在日常 不论是进出国门也好 或是在防疫隔离区也好 或是进入医院的陪病也好 这样的一个PCR的筛检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常态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段时间 健保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子这一张的健保卡 在全球来讲 是最有威力的一张卡片 这是一个真的 里面有包含了太多太多的 一个健康的资讯 及疾病管制的一些的资讯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不带身份证 但是我们健保卡 一定都会带在身上 我们看到了进入每一个公共场所 我们要实名制 我们要洗手 我们要量而温 然后我们常常会需要隔板 这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看到很多的居民 老先生们在讨论AZ 还是打BNT 然后很多的人在讨论 高端到底有没有做实验 高端真的有做第三期实验 然后也会有人在讨论 老先生们在讨论 他的第二季能不能混档 突然之间 这一些本来在医学会里面的专业知识 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的一些的尝试 这可能是一个死掉未及的事情 控制疫情的许多的战争的准战争的需求 让许多智慧医疗的应用 应着陆 我们右边看到的是2020年 就是去年在美国疫情的大爆发时间 耶鲁大学体育馆里面的方舱医院 左边是上一次的世界百年大疫 西班牙流感 在1918年的时候 在爱尔华大学的体育馆里面的方舱 相隔百年的方舱医院 两个百年大疫 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SARS爆发的2003年 是PC成熟的时代 而新冠肺炎的2020年 是4G成熟的行动时代 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讲成一个科技防疫的智慧医疗 里面包括了非接触性的照顾 包括了AI的医疗资讯 智能的后勤管理 以及远距的医疗和教育训练 这里面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我们讲的物联网 在病房里面 开始有更多的非接触性的照顾 我们有很多的穿戴装置 可以提供体温增测 肺音增测 人脸辨视 然后开始出现了许多的照顾机器人 这样子一个助理的医护的机器人 提供了一些非接触性的照顾 然后在隔离区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可以提供送餐以及送药 然后在开刀房里面 在缺道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清洁消毒的一个机器人 在开始运用 甚至在疫情爆发的许多国家 在街道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测温的 量体温的巡查的机器人在街道上巡逻 另外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应用 可以用无人机来作为消毒 来做疫情的宣打 来运送医疗的物资 甚至它用来监视 那无人机也可以用在高台上空 来做大规模群众的体温的侦测 这些的应用都已经在过去这一年多 在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已经使用过 然后我们在许多地方 在网络上可以到John Hopkins大学 在疫情爆发之初 就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 及时的战情的医标板 你可以上去查到全球 或是你所在的地区国家 现在染疫的状况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疫情追踪的管理系统 让许多的国家 以及疫情的控的管理单位 能够的有效的掌握全球 以及你所在区域的一些的发展 然后更多的一些的数据的分析 的预警跟可视化的平台 被发展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及预警的平台 它不单只是提供数字及分析 它最大的意义 它要能够提供预测 以及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 像AI的医疗 也在这段时间发挥到了 它很大的功能 它可以经由我们的S光片 或是影像的检查 来判断有关于新冠肺炎 是不是得到确诊 得到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 这样子的一个AI的诊断的协助 都已经在许多的地方 开始进入了第一线的 的一些场域而使用 当然包括各位 在疫情爆发期间 大家已经开始习惯 在家里面进行远距的上课 然后在医疗端 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方式 来维持一定的远距的教育训练 然后更进一步 我们有希望能够用很多的 VR AR的MR来提供 除了教育训练之外 也在提供是不是有 更多的应用的可能性 在实际的医疗面 像现在我们可以用到 5G加VR的探视系统 来在高危险区 或是隔离区的病人 让他跟外界的家属也好 或者是医护人员也好 能够进行的沟通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用Paid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探病 能够减少人与人 特别是与病人之间的一些接触 所以在这段时间 也发展非常多的一些的感测器 像这是一个以色列的 一个被动的感测器 就是像一个平板一样 你只要放在床垫上下 或者是枕头下 还可以侦测到许多 你的生理的资讯 然后上传到远方的医疗机构 然后也有被动式的 你在家里面有一个盒子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的装置 你可以自己 能够贴在胸口上 或者是贴在某个位置 能够让远方的医师 能够听到你的呼吸声 能够看到你的耳朵 看到你的喉咙 或是检查到你的皮肤的一些的病状 这都是提供了远距医疗 可能性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些的进展 台湾在这个部分 并没有也没有缺席 像这个是全球最小的一个 体温计的贴片 可以贴在身上 然后让远方的一个单位 可以知道我们大家的一些 的体温的变化 在一个50元大小的一个感测器上面 可以找可以找到 可以侦测到我们14种 我们包括了身体的动作的资讯 这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都是经由疫情之下 所加速发展出来的 不管只是在医疗院所提供了 非接触性的照顾 也提供了接下来 就算疫后的一个稳定时间 也有很多的远距医疗上的一些的需求 在台湾从台东县的 卫生所的照护网 在一年多前开始全面的 换装能够运行远距的照护 也照顾了非常我们厚山 许多偏乡 本来医疗资源缺乏的 现在可以经由西半边的 许多的大型的医学中心 提供了专科等级的 一些的门诊的服务 同样的像在云尼县 也开始进行了远距医疗的区域联防计划 能够让社区基层诊所 以及大型的医院 能够对整个的社区 能够提供最完善最完备的 我刚才只讲的 最前面讲的 这一个全人的医疗照护的一个 我们的目标 然后在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 有一个非常在全球出名的 叫电子围里的智慧监控系统 包括你的电子的入境的 区域扣 包括的Liveport 这样子的一个居家的关怀 然后还有用你的手机 所才建立的一个电子围里的系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电子围里的智慧监控系统 大家可以知道你只要你手机是在在身上 然后我们的一个监管机关 就可以根据你手机的位置来加以定位 然后这是称为台湾的天网系统 所以当你在实名制之后 万一你有可能会有接触的话 他会给你提供警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进行系统 在群球来讲是非常进步的一套系统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很多地方 都必须要实名制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实名制的一个APP 然后也提供了我们在生活上面 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 防护也好 在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社交娱乐需求之下 我们也能够提供了大家彼此之间 一个适当的一个防疫需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有关于药物的部分 包括了基因定序 细胞株的分离 基因合成跟生产抗原 还有快筛试剧以及抗体的检验 还有最近非常重要的药物及疫苗的开发 在2020年1月9号 中国接着美国法国 开始连续的我们把新冠 把肺炎的病毒的基因给定序了下来 接着下一步呢 台湾也继中国澳洲跟日本之后呢 台湾也在1月30号 1月10号成功的分离出了新冠病毒的病毒株 然后也很快的 我们也开始能够合成了 这样子的一个抗原 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是非常的大 因为有一个生产的抗原之后 我们接下来包括了试剂 包括了药物 包括了疫苗 我们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一些的发展 这是一个基础 然后在这段时间 全球也发展出非常多的快筛的试剂 或者是抗体的检验 大家所熟知的PCR 然后也有一些人会做抗体的筛检 最近在新闻上大家也常常的看到 那另外有一些的抗原的快筛 这是一个三个我们在医疗端常用的 另外现在大家在电力商店 也可以买到了居家使用的快筛的试剂 这都是这段时间发展出来的 另外有疫情期间 如果不幸的染病 一定得依赖抗病毒药物 抗病毒药物最出名的就是瑞德西韦 吉利的公司的瑞德西韦 然后后来开始有很多的抗体的药 也在逐步的发展当中 但是最近因为的疫苗的一个 看来相当成功的发展 所以现在对于药物的需求 看来不像在疫情爆发的期间 那么那么的重要 当然这些归功于疫苗的研发 这些疫苗的研发过去的历史 十年内开发成功的 不过是这四种 狂犬病 德国 麻疹 白日咳 及麻疹 都是十年内开发成功 你可以看到四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但是呢 这一次我们的MIA的疫苗 仅仅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便发展出来 这都是时代的进步 特别是AI的一个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常熟知的 BNT的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 AZ的疫苗 中生中生的疫苗 还有我们国产的高端的疫苗 以及中国大陆的疫苗 这都是现在大家所知的 分为几种的方式 包括了MIA 包括了腺病毒载体 包括了减毒的疫苗 活体疫苗 关于大家常在问武汉疫苗 AI能够做什么呢 AI能够提供分析 能够看到这些演化的 根据它的基因定序 来看它的一个演化的路径 然后AI也能够预测 能够预测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散播的一个途径 然后AI能够协助诊断 能够减少第一线 病床人员的压力 也能够提升整个诊断的效率 AI也能够辅助药物的开发 现在能够经由AI 将很多的药物的分子的结构 与病毒做模拟的结合 来看它的可能的有效性 能够减少 替研究人员减少好几年的摸索 这是AI在整个的疫情期间 能够提供给在医疗照护栓的 一些的大帮忙 这是一个典范转移的时代 在很重要的一本 人类简史的作者 以色列的历史学家 阿拉瑞 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他说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他说我们当难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未来一定不是我们过去 所认为的那样子 我们开始现在想 下一个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 这的确 我们也慢慢的在探索 下一个以后的日常生活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在去年三月 阿波大学要封校 让学生及老师离开 校长写给全校的师生 及全世界的公开信里面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 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代 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及行为 愿我们的智慧与风度同行 我非常喜欢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 May we all proceed with wisdom and grace 好漂亮的一句话 的确 在各位老师跟同学 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 都是我们台湾 在老子化 老年化及少子化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之下 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我们期待 我们新生的一代 能够在各个面向 不光只是在医疗端 能够让我们整个的人类的福祉 能够再往前一大步 黑暗终会过去 今天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分享 也对各位在进行我们的竞赛也好 未来的质押的选择也好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研发也好 或是对未来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也好 能够起上一些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